哈喽大家好,我是涛哥,一个把电影当故事讲的电影解说 今天涛哥给大家带来的是美国恐怖片《隔山有眼》 在过去的数十年间,美国进行了多次核爆试验 直到今天,美国仍然否认核辐射会造成基因突变 在沙漠里,几个穿着防护服的科研人员正在调查核辐射的浓度 突然来了个变异人,手拿武器,把科研人员全部拖回家当粮食去了 画面一转,一个大叔在荒无人烟的沙漠里开了一个垄断性质的小加油站 大叔私底下和那些摩山深处的变异人有着不为人知的交易合作 大叔负责把过路人引向摩山,给变异人提供食物 而作为回报,变异人就会扒拉下路人身上的那些值钱物品交给大叔 某天为了庆祝结婚纪念日,父亲带着一家人开车穿过沙漠 准备来一次公路长途旅行 下面我们就介绍一下家庭成员 分别是父亲,母亲,结婚生子的大女儿和女婿 还有小女儿和儿子,以及两条狗 接着一家人给车子加完油后 稍作整顿,在大叔的指引下就朝着摩山出发了 随后汽车就中陷阱失控撞到了巨石上 轮胎被扎爆,汽车彻底抛锚了 就这样一家人在这片鸡不生蛋,鸟不拉屎,信号全无的地方陷入了困境 此时不远处正有人严密监视着一家人的动向 接着一家人开始商讨对策 决定由父亲和女婿兵分两路寻找救援 其他人则留守原地 这时一条狗突然失控往外跑 儿子赶紧去追 结果等儿子追到狗时 发现狗被杀害,内脏也被掏空了 儿子害怕的转身想跑 却不小心被半倒磕到头摔晕了过去 便衣人也在这时现身了 与此同时,女婿走到一个核弹坑 里面停放的都是之前受害者的车辆 另一边父亲走回了加油站 想找大叔帮忙 结果父亲发现大叔正坐在厕所里 喝醉了自言自语 然后就开枪自杀了 然后父亲就遭到了一对便衣人父子的袭击 被抓到了矿井里 画面又转回到儿子这边 便衣人里有个善良的红衣女孩 一直守着儿子 直到家人找来 红衣女孩就躲了起来 让儿子被家人救了回去 儿子醒来后不敢放松警惕 拿着枪随时处于戒备状态 接着女婿也回来了 还在那些报废车里顺走了一些东西 夜深了 父亲迟迟未归 一家人决定先休息储备精力 剩下的事明天再做打算 于是一家人很快就睡着了 只剩下儿子在首夜等着父亲回来 接着儿子就听到了另一条狗在外面叫 于是跑出去看 随后便衣人趁机走进了车里 看着羞涩可餐的小女儿 露出了猥琐的表情 这时儿子朝着狗叫声走近 突然听到狗的声音有些异常 儿子意识到不对劲 立刻往回赶 叫醒了大女儿和女婿 突然远方有棵树燃起大火 几个人定睛一看 发现父亲正被绑在树上烧烤 于是几个人就冲过去救人 结果却中了便衣人的调虎离山之际 趁没人看守 便衣人就冲进了房车 开始各种烧杀掠夺 于是小女儿就被强暴了 尖叫声引起了几个人的注意 大女儿率先跑了回去 但是孩子却被对方拿在了手上威胁 这下小女儿没救成 大女儿反落入了狼手 紧接着男主老婆刚赶到 就被便衣人一枪给打死了 大女儿也反杀失败 跟着被一枪暴毙 最后便衣人的子弹用尽 小女儿才总算捡回了一条命 此时的女婿还开着灭火器努力灭火 然而等火好不容易灭了 父亲也已经被烤成了焦炭 接着女婿和儿子听到枪声赶回去 总算开枪赶走了便衣人 但是孩子却被便衣人给抱走了 就这样一夜过去 原本完整的一家人死伤惨重 另一边便衣人的眼线 被另一条狗给咬死了 狗狗还叼回了眼线的对讲机 女婿愤怒地要求便衣人 还回自己的孩子 然而便衣人非常的嚣张 只是让女婿听着对讲机 那头自己孩子的哭声 在那里揪心 此举彻底让一向平和的女婿爆发了 于是女婿冷静过后 就开始对便衣人有了复仇之心 在清点完现有的武器和装备后 一人一狗就上路了 有了狗狗灵敏的嗅觉的帮助 女婿很快找到了便衣人的老巢 并在一栋房子里发现了自己的孩子 为了不惊动便衣人 女婿把狗狗暂时关在了一辆报废车里 然后孤身一人去救孩子 结果女婿刚刚抱起孩子 就被一个光头便衣人打晕了 最后女婿在放满人类的残肢柜子里醒来 不出意外的话 这应该是便衣人食物的储藏柜 接着意志坚强的女婿就撞开了储藏柜 逃了出来 然后遇到了便衣人中的老大 要不怎么说老大就是老大 女婿在对方面前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于是女婿只好选择先逃走 逃到了一个房间里 接着用浴缸把门给堵上 计划着出其不意 给便衣人来个先下手为强 然而女婿还是低估了对方的武力值 女婿刚把整根力气插进便衣人的身体里 对方就面不改色的把力气拔了出来 眼看着女婿落了下风 马上就要人手分离了 女婿改用了智取先假意求饶 让便衣人放松了警惕 然后终于一气呵成反杀成功 但是此时的女婿却忽略了轮椅上 还有个通风报信的便衣人 轮椅便衣人看情况不对 立即打电话让负责看守孩子的便衣人 先把孩子给杀了 结果话音刚落 狗狗就从废车里钻了出来 咬死了轮椅便衣人 在打败了便衣人老大之后 女婿屡战屡胜 其他小喽啰根本不是女婿的对手 另一边 女婿的运气很好 负责看守孩子的便衣人之一 就是那个善良的红衣女孩 红衣女孩不忍心看着孩子被杀 于是抱着孩子逃跑了 接着红衣女孩找到了女婿 刚要把孩子还回去时 另一个便衣人就朝女婿冲了上来 在经过几次战斗后 女婿伤痕累累 再加上体力不支 没几下就被便衣人打趴在地了 红衣女孩健壮 只好继续带着孩子逃跑 然而即使女婿已经虐成了一个血人 但是伟大的父爱却支撑着女婿 再次站了起来 于是趁着便衣人不注意 女婿追过去乱枪放倒了便衣人 然后从红衣女孩手里接过了孩子 正当女婿沉浸在救回孩子的喜悦中时 身后的便衣人站起来对着女婿举起了枪 说时迟那时快 为了保护女婿 红衣女孩在千军一发之际 冲过去扑倒了便衣人 接着红衣女孩壮烈牺牲 和那个便衣人一起摔下悬崖死掉了 画面转回房车这边 一个便衣人跑过来触发了儿子坐的机关 之后儿子和小女儿就合力把便衣人 连人带房车一起炸毁了 最后身残至尖的女婿 也抱着孩子 有狗狗牵着回来了 电影最后 剩下的一家四口紧紧的抱在了一起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涛哥 如果你有想看不敢看的电影 就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 当然 别忘了关注点赞和转发哟 福利到 好多小伙伴反映 找不到小涛所解说电影的资源 现在微信搜索小涛解说 关注公众号 回复电影名称 就可以获取高清电影资源